剛剛大家看了怎麼加入之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OneNote裡面呢,我一般都會先介紹測驗題 應該說測驗題型 一般大家平常比較知道的測驗的方法大概是哪幾種 單選、複選嘛 問答 通常現在是老師不太希望出問答題 應該知道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都很麻煩 每一個都要一定要改嘛 那個一般的單選、複選 電腦就解決了對不對 問答就沒辦法一定要閉嘴看 那我們先看,就在OneNote裡面有很多種提醒 有很多種提醒,事實上對 就是我們應該這樣 要回到所謂的學習的本質很重要 我們要的是學會,而不是那個分數 對不對 分數只是代表說你那個學習過程的一個什麼 經歷而已 那第一種 在OneNote裡面有一種測驗題型叫做練習體 練習體的話 顧名思義 練習到過關為止 老師可以指定說,比如說我80分 這題目裡面假設十個題目 你至少要通過八題 才算過關 那同學進來就一直練習 萬一錯了 他就再練習再練習 只讓他過關 他可以教N次 所以你看這一題 你看我點進來 然後呢 這邊一進來會有這種叫單元說明 你可以自己選擇 像我這個我就規定要百分之百多 答對才過關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說明一下 你看這裡有三種家中常見的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電腦教室 所以各位就沒辦法直接練習 等一下我會給你看 其他我在別的地方 他們能練習的方式 那我先測驗一下給你看 好 其他門 這一隻叫什麼 這一隻啊 在衣服啊 紙裡面才會看到呢 下面有這個啊 這個你家沒有見過嗎 不可能 除非你都沒在看書 糟糕被發現了 這是不是叫衣魚 對嗎 它也是一種魚嘛 開玩笑啦 來 然後這個呢 家裡面比較潮濕一點 是不是就會看到這個 對啊 大部分都在廁所啦 浴室最容易嘛 因為那邊是最潮濕的地方 所以 這個是什麼 這要怎麼念 對啊 萬一你不小心答錯了 對不對 這個應該就會了吧 你每天都在走路的啊 馬路 對嘛 你每天都走過去 所以叫馬路 我有一題答錯對不對 你看上面這裡 你選完了有沒有要提加結果 好 那我故意先答錯 有沒有 未答標準 因為我說這三題都要過 百分之百才過關嘛 所以你可以繼續回答 或者是改天再來也隔壁 反正呢 沒有關係 那 你一定有個疑問啊 老師怎麼知道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裡 我回到這邊來 剛剛有人來這邊測驗 你看 借廊沒有過關 有沒有看到 好 那我先進來看一下 目前交一次而已對不對 目前是不是假交一次 答對 百分之六十七 就是三題對兩題嘛 那我們就來看看喔 你把它打開 你看 老師能不能看到他回答的 他回答哪一個 第一題有答對 對不對 好 然後呢我往下看 欸第二題答錯了 第二題答錯了 但是他回答的是這個 正確答案是這個 這樣我有沒有比較清楚同學的問題 你了解我意思了齁 那 我們來看 如果這位同學很認真 又回答一次 假設他過關喔 不是假設 是真的過關的 這樣過關喔 那我來這邊重新整理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那我來這邊重新整理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過關了 過關了 但是我要看 你看 喔 紀委同學教了兩次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 你看 第一次 我現在看的是第二次的 我還可以回去看第一次的 我們的重點在他回答的歷程嘛 也有些同學是用猜的啦 猜的也會過關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是猜的 他就沒有所謂的邏輯性可言 如果是他真的會的 不會說第一題 第一次答錯 然後第二次又答對 你要解我意思嗎 那我們從這邊是有看到 那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人 所以你就用學生看沒有問題 我們如果是整班的 我可以從題目去做顯示 也就是說我從題目來看 第一題我們這個班級 假設15個人 只有10個人答對 表示五個不太清楚 這樣也許老師可能要加強一下 那如果可能只有一個沒過 那也許就還好 對不對 就是說整體 整班學習的情況來講 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判斷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概觀 有沒有跟一般的那種比較不一樣 那第二個是說 同學如果他真的很認真 他可以做筆記 做筆記真的啊 你看在這裡 右手邊這裡 你看one note他有個好處在這邊 我們現在雖然是講所謂的測驗禮 但是平常各位做筆記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回家常常會找不到 尤其是像那種電腦學習的 因為你筆記的時候沒有電腦畫面 等到看到那個筆記上顯 要注意哪個地方 怎麼回家 你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沒有把那個畫面拍下來 或者兩個沒有對在一起 那所以呢 在one note還有個好處 你可以做筆記 筆記跟題目在一起 下次你看這一題的時候 不用借考古題 自己就看到以前 這一題是講什麼東西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做一下筆記 這個耳類 對不對 好 我就按確定 你可以做第二個第三個 那當然他還有一種叫熟寫筆記 熟寫筆記就是 好像我們現在大家比較常做的 你們現在做筆記就怎麼做 你們都叫老師趕快寫啊 趕快趕快老師請到快點來 咔嚓 好啊老師擦掉擦掉 再來繼續繼續 咔嚓 老師跳不起我 所以現在老師都用簡報 不寫白板了嘛 所以學生更聰明 我們現在上課 我如果去上別人的課 我都不照 很少抄筆記 因為你怎麼樣 老師你要簡報答案借我 借我call一下 你告訴我在哪裡 我直接拿下來就好了 我就在上面做筆記了 所以 老師進步 同學更進步嘛 好 所以這個也可以啦 你可以像這樣 把它拍下來之後 然後上面再直接用 用畫的方式 用繪圖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就同時 同時來看一下 我這裡重整一下 進來 有沒有發現 他做的筆記 老師看到了 這樣你了解 不會沒關係 有做筆記夠認真啊 也有墨水分數嘛 哈哈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整個他的學期歷程 筆記 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 這我相信 從第一題的這種測驗提醒 大家都發現 真的現在學習的方法不一樣 跟我們早期 單純就是坐在下面 老師怎麼說 再過來 真的不同 他有他的優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推 所以所謂的翻轉學習的目的 事實上跟孔子講的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這是國外傳過來而已嘛 對不對 好 那這是第一種類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類型 有的 這裡我就先離開一下 好 你看這也是練習題 我就不用了 但是我可以考考各位嗎 24節期到底是農曆還是國曆 你知道這一題為什麼常常要考嗎 我發現這一題 隨著年紀的增長 答錯的越來越多 因為國小 我們家那個小朋友 小二暑假就在教這個 24節系 可是 很奇怪 到底是陽曆還是陰曆 最近各位 今天來是為了什麼事情 你今天來上班是為了什麼 因為你先放假的某一天啊 哈哈哈 醫院沒有什麼差別 哈哈哈 我們今天是補假對不對 補班啦 端午是農曆還是國曆 農曆嘛 5月5號啊 但是24節期咧 24節期沒有端午節喔 哈哈哈哈 是這個啊 因為 夏日快到了啊 對不對 今天還可以 這樣知道的我現在才又重新錄下去喔 你有聽到第一聲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就是真的是24節期是陽曆齁 那再來 如果你想要真的就是測驗一翻兩正年的 他當然還是有 比如說像這一題 這一種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叫投票題 在玩弄裡面稱作投票題 你看這個 欸 這跟 舌頭大家都很有印象 對不對 你 哪一個 味覺 不是 我們味覺裡面會感覺得到的 我想 這幾個應該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用 沾趣法嘛 比較有疑問的應該就是鮮味跟辣味對不對 到底哪一個 不是 舌頭感覺得到的 剛剛有人不小心有把答案講出來 因為是醫生嘛 所以 哈哈哈哈 好啦 鮮味其實 就是 照 找到這來講 是日本人提出來 好 但是 就是他也是我們味覺之一是沒有錯 鮮味比較像是 像各位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是什麼 匕首 味術啊 那個就是屬於鮮味 啊 所以像什麼提味大師啊有沒有 有時候主菜會用一些那種 那個 鮮味就是有點像 臭臭鼻啦 只是很淡的那個腥 好 那個魚的那個腥味 一點點蛋啊 所以那個叫鮮味 辣味 真的不是 因為辣味叫做痛絕 所以你吃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舌頭跟你講好痛好痛 你跟他講好吃好吃 哈哈哈哈 真的 所以像我在這邊單元說明 我都有寫 正解在哪裡 這樣有了解嗎 哈哈 因為這個在科技部裡面有啊 所以他裡面有那個介紹文章跟影片 你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樣 像這種的就是一番兩燈圓的 就是 投票就是 點了之後提交 這樣就出去了 那我們從 這裡面 這裡面會看到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裡提交過的 打勾不代表說他一定是正確喔 只代表說這個人已經有考過了而已 就這樣而已 好 所以我點進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正確的 底下 顏色在這裡有沒有 他是圓柄圖馬上就出來了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大家回答的情形如何 好那 像這種提醒的話 你往下走 你會看到那個人回答的什麼 內容 就是 每個同學回答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上面也有一個統計圖 這樣有沒有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大家的一個 對對對 回答的那種 統計比例的情形 是不是就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像這一種的 叫做 在玩弄裡面把它稱作投票題 練習題可以不斷練習 這種就是只有一次機會了 投出去的 就定生死這樣子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什麼呢 這一題 在這邊 這個 塗鴉題 大家好像只有國小的時候才有塗鴉題 對不對 尤其是低年級才會有 好像都會用畫的 我問一下各位 因為這個 對喔 題目順便再看一下 題目是這個 胃溃揚嘛 我準備的題目都跟醫學有關係 胃溃揚 幽門感軍 所以幽門是在哪裡 這個考各位是有點太侮辱大家了 有沒有哪位上來畫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右手邊 這裡有這個 有沒有比 對不對 你畫完之後可以按提交 這樣就送出去了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用選擇題 不管是多選還是單選 其實有時候難免會有猜的成分 對不對 畢竟答案就在那裡 那我用圖片給你畫 這樣可以很正確知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其實不見得做 只是這個當然就跟問答體歷史一樣 就是要看 單獨看 有沒有哪位可以上來 太好了太好 我最喜歡這樣勇於出來的 所以 電腦上面自己畫 對 它在平板上其實也可以 可是這怎麼畫 因為這個不是觸控的 只能用那個 對對對 我選名字可以啦 你可以用框的 或者那個都可以 是位置嗎 剛剛問題是位置嗎 對 問位置 幽門在哪裡 好 OK了對不對 但是好了要記得按這邊 做完了要有個提交 對不起 萬一錯了上面可以清楚 如果錯了 要不要 好 好 還要畫好看一點 OK這樣就送出了 那我們來看看喔 如果從老師的角度 看嗎 在學生母認真喔 我們來看這裡 有沒有老師這邊就看到了 點下去 圖片出來 我還可以看一下 他當初怎麼畫的 看他有沒有遲疑 有的人會 這個好像不是很 不太很確定 就慢慢畫 有沒有 你就知道喔 這個同學可能 也許還心裡面 有些疑問啊 像他剛畫的 就很快 有沒有 這樣您了解了 有沒有發現 這樣可以玩比較多東西 對不對 但是不要忘記了 其實我們不管用哪一種提醒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是要把這個知識 跟他分享 要他學會 而不是要把他考倒 考倒太容易了 學會比較難 對吧齁 所以大家要參加很多學會 不是嗎 才學的會吧齁 好OK 所以這樣有看到了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 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還有一種呢 大家看綜藝節目最常見的 答題目就在影片中 有沒有 有齁 但是我先把這一段 先暫時到這邊 待會後面錄另外一段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